所以今天的會議大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這樣感覺有點悶 不如我們來點不一樣的 我們來試車加野營怎麼樣 出去玩啊 對啊就是試車露營加野吹 感覺不錯喔 對啊 那應該要準備什麼 準備帳篷啊 準備食材啊 還有準備催具 吃的我還準備 好 那帳篷我來 催具我來 好 那只是不如撞日 不如我們就準備道具 所以我們現在就出發 好 撞 好 都做好了嗎 把安全帶系上 我們準備出發 Let's go 哈囉 我們到了 各位準備下車 把露營的裝備拿下來 準備開始野吹 哇 Audi Q3 Sportback真的是一台很漂亮的小跑旅 對我來講 我覺得 它看起來就像一輛縮小版的Q8 但是又多了幾分精緻感 首先你從車頭的樣貌 它已經進入了新世代的設計風格 除了它的八角型水箱護照 已經改成新芒式的網點設計 這個網點設計 再搭配它的LED頭燈 其實氣勢十分的充足 而且它連下面的氣壩呢 它的造型也能夠對應水箱護照 所以不管白天黑夜 它除了會讓你有一種 時尚感的風格以外 在樣貌的層件上 會讓你覺得多了幾分未來的趨勢 那在側面的線條上 這輛車我覺得最漂亮就是 它在四個葉子板的部分呢 都已經採用爆龜設計 而且它有一個很美妙的名字 叫Quattro Line 就是為了紀念1980年 奧迪Quattro誕生的那個設計風格 再加上立體的腰線 而且你知道嗎 它的車體全部是雷射焊接 所以它能夠把板件的公差做得最小 而且還能有超強硬的車體剛性 再搭配俐落的線條 一直延伸到車尾 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的C柱 因為它低斜的角度拿捏得剛剛好 再配上18寸的胎圈 它整個看起來除了動感以外 也有十足的跑格 你只要開啟車門 其實對Q3 Sportback 就已經贏得第一個好感 因為它開關門的感覺 會讓你覺得十分的扎實 再來就是它的車門是整個包覆住門檻 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在微越野的時候 或是天氣不好 雨天的時候 你上下車呢 你的褲管不會被這個外面的髒污給污損掉 而且你打開座倉 你會發現它的座倉質感真的很棒 首先它的駕駛介面呢 導向相當的鮮明 因為它是駕駛導向 就是包括它的儀表 還有包括按鍵 都是朝駕駛者靠攏 所以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可以很專注的去享受速度 而且你的手在操作這些按鍵的時候 也會覺得十分的救手 那在科技感的營造上呢 這輛車也十分的出色 它的儀表是採用10.25吋的數位儀表 但是它中控台上的MMI是8.8吋 它同時支援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所以在影音娛樂的部分呢 你也不會覺得無聊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設計算是相當特別的地方 就是一般來講 就是車內的氣氛燈 大概頂多四五個顏色可以調整 但是Q30 Sportback它相當的誇張 它幫你準備了30色 所以你可以隨著你的心情 隨著你的喜好 隨時隨地進行調整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試駕的版本它是S-Line的版本 所以它已經額外選配了跑車型座椅 這個跑車型座椅最大的特色 除了整個包覆感 還有乘坐的舒適性相當出色以外 它還具備腿靠伸縮的調整功能 而且S-Line在方向盤的設計上也不一樣 它用的是平底式的跑車方向盤 藉由比較小的盤幅面積 可以營造你在掌握速度時候的那種操控特質 那除此之外呢 它在中控台的飾板上呢 除了金屬飾板以外 它還多了一個擠皮包覆 所以整個座倉的質感 會讓你覺得相當的出色 很多朋友對於Sportback 最大擔心的點就是 它的後座空間會不會太小 但事實上以我179公分 坐在Q3 Sportback後面 我覺得它的空間表現剛剛好 當然我會建議你只要乘坐兩個人 因為連後座你都可以感覺到包覆支撐力 但除此之外 後座的空間表現十分出色 因為它除了它還有很多的置物空間 包括你座椅旁邊 你還有一個小置物空間可以用來放手機 甚至是零錢以外 它還有後座出風口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就是 它的後座椅可以往前後滑移 13公分 而且椅背還具備七段調整功能 就是除了都會行走以外 萬一你要長途行駛 後座的成員也可以乘坐得相當舒適 你走到車尾你會發現 Q3 Sportback它的車尾真的很sexy 而且它整個造型能夠跟車頭的氣勢相揮 它的感應尾門還十分的精準 而且最特別的是 它雖然是跑旅的設計 但是它的行李箱空間 可以從530公升 擴充到1400公升 所以你出外野營 你也會覺得 它真的承載機能相當的優異 水放這裡喔 午餐就交給你們張羅了 我準備過去試車 我是利用在等同事野吹的同時呢 出來兜兜風 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趕得回去吃飯 因為事實上我們試駕的Q3 Sportback 35 TFSI 它雖然搭載的是1.5升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但你知道嗎 它在結合微型的Hybrid系統 就是48V的Hybrid系統 它其實動應表現比想像要來的出色 雖然它的引擎的輸出呢 是150匹的最大馬力 那扭力是25.5公斤米的扭力 但是你知道它是雙平原曲線 因為它的扭力峰值從1500轉 可以延伸到3500轉 那接著呢 從5000轉到6000轉 維持到馬力峰值 所以它整個結合它的 Astronic 7速雙禮合器 序列式自首排 我在吹加油門的時候 你會覺得活潑輕快 那最主要是 它還有一個48V的微型Hybrid輔助 這個微型Hybrid輔助呢 它還可以提供50牛頓米的扭力 大概是5公斤米的這個扭力表現 所以油門表現更輕快 那除了這些以外 它在油耗節能的部分呢 也會讓你覺得很理想 為什麼 因為這一具四缸渦輪引擎 它還具有氣缸鞋子的功能 當你的引擎轉速呢 就是在1400轉到4000轉之間呢 它會自己進行氣缸的鞋子 而且在時速25公里以下呢 它還可以用這個微油電的動力來驅側 所以它其實具有節能的效果 而且除了節能以外 在走走停停的四驅環境 你也會覺得 它其實搭配這個電動馬達的輔助力道 會讓你覺得開起來反而有一種輕快的感覺 那除此之外呢 這具引擎還有動力的表現 會讓我覺得夠用 尤其它的0到100加速原廠的數據是9.5秒 但是你在Audi的可乘式車身動態系統裡面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設定 比如說你想要舒適或是節能 甚至是動力 你都可以在這個系統裡面進行調節 所以它在油門的反應上呢 也會有細微的差異 那當你想要就是奔放全油門享受那種驅側的快感 這輛小休旅它還可以達到201的級數 那可能很多人買休旅車 那當然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它的駕駛坐姿比較高 所以會有比較好的視線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我知道 就是你開稍微大一點點的車 對它來講會有一種心理壓力 但是坦白講以Q3 Sportback而言 我認為即使是新手或是女性朋友來駕駛 你都會覺得有一種靈巧的愜意感 因為它的車身尺碼其實只有大概4米5 所以相對這樣的車身尺碼在市區走走停停 你會覺得設定的剛剛好 那除此之外呢 它在安全的選項上 它會讓你覺得有一種信賴 還有一種貼心的踏實感 因為它除了ACC主動定速加測距巡詠意以外呢 它還有像包括車道維持 車道偏離警示盲點偵測 後方車流警示 這些配備通通都是Q3 Sportback的標準配備 而且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包括像環景攝影 所以有了這些細微的配備 它會讓你覺得開車原來有一種便利性 還有一種安全性 就是即使你新手駕駛 你只要坐上Q3 Sportback 你也會有一種信賴感 尤其我必須要說的就是 這台車呢 它雖然是採用MQB的平台 但是Audi 它在調教上算是做得相當精良 它的懸吊是前脈花成後多連桿加拖曳幣 但是你會發現 它雖然是採用前驅設定 因為它在都會行駛的時候 你會覺得具有省油的效果 而且坦白講 它除了底盤服貼性好以外 你在過彎的指向性上 它藉由這個電子防滑差速器的輔助 它有很好的指向性跟牽引力 而且最主要是後懸吊的貼地性很好 所以你在劇烈抄架的時候 你也不會覺得它會產生甩擺的不安定感 那在高速行駛的時候平穩以外 你在市區走走停停的環境上 你會覺得這樣的阻尼設定也顯得相當的適切 尤其我們試駕的是S-Line的版本 它已經多了一個運動型的懸吊 但是廣泛的來講 它就是跑車懸吊 但是你會發現 它其實是很Q韌的喔 就是你在彎道的時候 你在過彎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支撐力很好 但是你在遇到坑洞的時候 它又能夠很迅速的濾掉那些碎震 就是可以避免影響到你在行車的穩定性上 所以開起來你會覺得它是一台平易靜能 好開又帥氣的小跑旅 我覺得開過Q3 Sportback給我一種暢快的感覺 那個暢快的感覺 不是說它的性能表現特別的癲狂 或是它的操控 會讓你覺得有跑車般的俐落 但是我覺得它的動力表現其實已經夠用 0到100 9.5秒 不是太快 但是你不會覺得沒力 但重點是 它的懸吊 在舒適與操控之間巧妙的取得平衡 即使你在市區穿梭 你會覺得這樣的尺碼變得很刁鑽 而且很靈巧 但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那個感覺有一點點像是高底盤的跑車 會讓你覺得轉向表現 其實比你想像要來的精準 但我覺得暢快是它的造型 真的相當的時尚醒目 你在車鎮穿梭 你會覺得你好像就是地平線上面的焦點 再來就是高科技的座倉 還有完善的安全陳設 你心裡知道 Audi用雷射焊接 讓這一台車的車體 發揮它極度的高剛性 等於某方面它除了抗照以外 它在遇到坑洞的時候 也會給你一種紮實的回饋感 再加上這些配備的輔助 所以你上山下海 心裡也會覺得踏實許多 如果下山下海 就要去旁邊 SI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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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